旅居泰国的政治流亡人士闫博军 自2012年起因参与许志勇、丁家喜律师等人发起的官员财产公事活动 遭到中国当局的残酷打压 多次被拘押后辗转流亡泰国 流亡期间他撰写了题为《逃亡笔记》的专著 最近由日本一家出版社出版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流亡泰国的闫博军先生 请他来谈谈他流亡期间的心路历程 以及对中国当局的诉求 严先生你好 你好 严先生 首先请您谈谈 您为什么要走上政治流亡这条艰辛之路呢 在2013年 我们因为从事新共云运动 而要求这个中共的官员公开开 进行同城聚餐的活动过程当中 受到了中共当局的打压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面 然后我们进行了逃亡 逃离中国境内 我在中国境内逃亡了一年 将近一年 至2014年的3月份又回到北京家 然后在2014年的5月份就被中共给抓捕 抓捕了之后呢 在北京一刊和一些死刑犯关押在一起 在那里面受到了迫害 到一个多月之后又放出来 然后这个香港雨伞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去迎接这个袁东 又支持香港雨伞运动 在这个时候呢 又会遭到迫害 然后再次逃亡 这次逃亡呢 就从中国转转地逃到这个泰国的曼谷 就这样一个中国 好的 那么严先生 您在逃亡笔记这本书里呢 您不仅描绘了 您逃亡过程中的种种遭遇 也记录了您流亡期间的一个心路历程 那么严先生 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 尤其是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 对中国政治转型 及其未来的构想 和看法 严先生 我想就是我们这么 我的这本书呢 就想从三个方面吧 想创递一个信息给独者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想把我们的一个 就是公盟 以及我们推进新公民运动的 这个政治理念 传输给这个广大的独者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 这种逃亡的经验 因为我在逃亡的过程当中 受到了这个来自方方面面的人员的这种帮助 同时也是 包括这个中国 国国阶层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 这种帮助 我想把他们的这种心声 也对这种想法 对中国的这种 这个宪政转型的这种理念的这种想法 传达给这个独者 第三个方面来说的话呢 我也想把我在这个整个逃亡的过程当中的 一种逆险的这种经历 这种想法和当时我自己的一种内心的一种状态 也是传达给这个独者 从政治理念上面来说的话 中国这个经过了这个1978年以后到现在将近40年的这个经济改革开放 从经济上面上面来说的话 经济上面来取得了这个很大的成就 GDP已经来越至这个世界的第二 但是在社会改革领域方面 这个差距很大 就是说经济领域或者这个社会领域已经出现了这个巨大的这个鸿沟 所以应该现在从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会的矛盾非常的尖锐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民主或者是宪政的这种改革的这种途径 来使中国的这个宪政转型的事业 所在这个长足的进步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想把这个理念传达给我们的独者 是这样 好的 那么最近一段时期呢 中国当局加大了向泰国政府施加影响的力度 一些政治流亡人士呢 纷纷被遣送回国 那么目前这种情况有没有影响到您 您对此有何感想呢 严先生 这个是我一方首先呢 我是非常感谢来自这个世界过地的这个 其他国家的人民主国家的政府啊 还有这个国际社会啊 等等他们等等 以及个人对我们 还有媒体方面 对我们的这个 与之泰国的这个政治意义人士 以及其他的这个流亡人士的这个关注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毫无疑问 由于这个中共和这个中国政府和这个泰国政府的这种紧密结合 我们的这种人生的安危 肯定现在来说的话也是拖着眉睫 尤其是去年这个十月份 十月底 这个江业费和董广平被遣送 包括后面的这个桂米海会遣送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边呢 这个人生安危问题啊 现在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来来来来 再详细的采取一下 第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 来自中共的这个比较明面的 这种 要求这个泰国政府配合他们的这种强反 还有这种 这个他中共的这种这个绑架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 有中共的政府派出的这种线人 或者是间谍 他们在这里对我们进行这个跟踪啊 或者是这个坚持啊 对我们的支持进行坚持啊 对我们外出的时候进行跟踪 这是一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 他们对于在网络上面 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污蔑 诽谤 恐吓和威胁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条 这个是因为在网络上面 他已经他对我们进行人身的攻击的话 那么就会失去很多的人 对我们的关注 尤其是正面的关注 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最后 严先生请您谈一谈呢 您对中国政府还有什么诉求 我们现在对中国政府的诉求 实际上是从之前来看的话是有很多方面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 就是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不要一意孤行 就是还是要融入到世界的民主大潮当中 因为这个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 文化历史的这个古老的民族 我们希望在整个这个 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有中国人民的这个声音 有中国人民这个享受自由民主宪政的这么样一个 他的这个最基本的权利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的就是 在中国人权的建设方面 希望有要有要兑现他的承诺 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意义孤行 好 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 我们感谢政治流亡人士 严伯军先生在曼谷接受我们的采访